澎湖県妇女三军致敬团在今天上午九点钟首先到达澎湖反委司令部,向司令官献起,表示对三军将士的敬意。 司令官也表示对妇女同胞的敬意,称在妇女是安定国家社会的中心。 这个资金团今天上午也分别到海军医院和三六八四部队长各部队迎去访问议计。 张化县妇女运动会今天上午九点钟在八卦山综合运动场举行,由县长吴隆斤主持。 各阵妇女代表选手有一千多人参加,会中并颁奖表扬全省某端妇女四十三人。 近代的项目有大队接力,反省运求和气力生动的无功进手。 一轮看多彩多迟的活动,全省妇女提前欢迎了他们的佳节。 在一般农村的家庭里,空的奶粉罐很多都没有利益。 牛省农会农业推广教育家世改进班的妇女们所提倡的碎物利益。 把一磅到五磅的空奶粉罐和一些脆布,经过剪接缝制,做成了一套,套在空罐上就变成了可爱的宝宝鱼。 由于取材方便,做法简单,尤其是当小孩坐在上面,更会觉得美丽可爱。 这段以费务利益做成的宝宝鱼,深受农村家庭妇女们的喜爱和欢迎。 地下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而举办的人肇肉品尝大会,是由台唐玉总经理的夫人主持。 中央副工会主任陈建秋也立会致辞。 地下离开正面的庆祝会,由台唐的妇女员工,用台唐公司所生产的人肇肉, 精致成为水饺、肉圆和汉堡牛肉饼,供全体参加的人士食用,受到了全体的好评。 台北时装界为了签助妇女节,今天和明天在谢尔顿饭店举办了欧美流行晚礼服展示会。 由模特尔穿着演出的晚装分成三部分,一种是为年轻女孩演出的许多复古时装。 另外一种是比较新潮的牛仔碗装。 还有就是比较正式的碗礼服,采用丝绸、丝绒等剪裁成线条简单轻柔的礼服,显得高贵而飘溢。